楊詩琦近年轉戰內地市場 靠做直播主為新 有網民說她幾乎每晚都通宵直播 不少人都替她很辛苦 但可惜她人氣都只是一般網紅 另外也有人說 楊詩琦剛剛做直播主的時候 曾經有做付費聊天的服務 聊天5分鐘 叫價大約1200人民幣 被網民批評她食相很難看 二日前她就貼出新片 分享最新近況 她穿著超低胸的性感盲妝亮相 身材都保持得很好 完全是可以再拍一本《蛇珍集》的程度 她就是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裡 城寨四子中的四仔張文傑 影片應該是她借票後離開時拍的 見到她被一班粉絲圍著 除了舉手機拍之外 也拿了很多東西給她簽名 她就好像被粉絲夾著地走 真是很誇張 她也很親民 一邊簽名一邊走 也一邊叫大家要小心 嘩 是一隻手掌竟然抄到這麼多歌詞 日前JW王浩宜 在十大中文金曲音樂聖典唱歌的時候 就把歌詞抄在手掌中當作貓子用 有網民留意到她看了很多次手掌 認為她很不專業 說她對自己的歌都很不熟 另外也有人說JW表演的時候有走音的情況 說她出完貓都還要走音 JW事後把自己的貓子放上社交平台 她說超級內疚 對不起 這個月的腦已經寄了無限首歌 超出了容量 之後她再發文解釋和道歉 說自己早前演出完十五場的 鮮樂飄飄處處文 又開演唱會 那個金魚腦實在是記不住所有東西 下次一定活背了她 男行女聲傳節演出度超過二十年 演出多部的人氣韓劇 她在2012年和企業家老公崔俊克結婚 兩個人育有兩個兒子 婚後的生活相當低調 近日有網友在德國歐國杯會場 偶遇全自然一家四口 從網友拍的相片可以見到 42歲的全自然依然動靈 即使面無表情 但皮膚還是很白 身材尖細 而她的老公和兒子顏值都很高 引發了大批網民讚嘆 在聖夢傳奇出身奪冠 之後立即升為小天后的閻明熙 近日傳出即將約滿 吳族約準備離巢TVB 亦都立即傳出避雪藏 連香港電台的頒獎禮都未有現身 楊思浩、吳家樂 在網上節目亦都有討論 還爆料說 曾經有一線男精 當年避雪 話說其實都不夠叫她去做事慘 磨滅意志 看到那個男精被叫她做處境劇做事應幫人落單 提示是90年代很紅的男精 後期去電影界又有回電視界 早前已經跟大家說過 聖爺在抖音的首部微短劇 《金珠玉劫啟播》 日前已經播出第12集 完成首季的劇情 第二季的12集 暫時未公佈播出的日期 但《金珠玉劫》 已經成為了抖音短劇的奇跡 第一集播出5小時 已經獲得500萬個點擊 累計超過3100萬人觀看 而第一季的總點擊 亦都達到2億2千萬的人次 這部短劇的成功 對《星爺》 《抖音》 參與的台前幕後 乃之是廣告商都異議非凡 堪稱是一個四贏的局面 《抖音》有流量有口碑 《星爺》有實際的利益 一批的台前幕後 包括監製易小聲 台灣美女主角夏若賢等等 在短劇爆紅之後 都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 雖然《金豬肉葉》第一季 並未即入廣告 但第二季的廣告招商 有傳賣了800萬 對廣告商來說 都會獲得前所未見的曝光 英王電影《海關戰線》 近日首映禮上 雲集一班香港影帝影后級演員陣容 多年未有在大音樂登場的Amanda S 表示好開心有份演出 都幾開心可以做一個這樣的角色 真是很特別 因為她說 她是大壯主角 還有她是個敵人 至於被問到她的感情消息 她就很低調地輕輕帶過 很多人關心你的感情狀況 你有沒有一些真的消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情上 當然這個都是 可以說是很開心 所以 對 對 有一個對象令你很開心 對 不 可以生活 還有 可以生活有個機會 這樣 出了一個Movie Premiere 都會很開心 陳妍希和陳曉潔結婚半年 又有一個兒子 近日他們被爆出分辨 但傳了五天 雙方都還未對此回應 陳妍希沉默一點都不怕謠言 穿著深紅色的露肩長陽衷 配上甜美的笑容出席活動 心情一點都不受近日爆出的風波影響 莫名子還戴著婚戒間接打破了分辨傳聞 今屆的香港小姐選舉 有參加者大爆輪候面試期間 要穿著泳衣 排凍呆等兩個小時 上年貴君Juliana 近日都有分享經歷 我記得 因為這麼大場面 這麼多美女一次在換泳衣 對 我好像馬鈴佬 在看看看看 而且要穿著甜美的衣 不是很冷嗎 出名也很冷嗎 是的 所以入TVB真的要戴厚一點的外套 是嗎 沒有 就在那邊 在那邊動 動一下動一下 其實我們都很興奮和很緊張 所以其實都沒有感覺到超級冷 你比較容易遮蓋 有些人冷嗎 有啊有啊 沒有辦法的 因為其實你選港者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很寒冷的 特別在廠裏面 有沒有最初常見到的家裡會冷得怎樣 他們都會很冷 沒有啊 冷得好像沒有力量 我們可能會 如果真的很冷 如果一件外套 可以比較大一點 可以兩個女生一起分享一下 也有 如果沒有那些人就在那裡叫冷 那其實也是這樣 其實 你會不會覺得很寒 又不會慘 如果真的受不了她出聲 都有人會幫到她 但是整件事都有點冷 隱形婦婆郭蕭雲最近的一條片 曝光了她在杭州的大屋 而最搶風的一定是她的衣帽間 夠曬帶之餘 窗外面還是無敵景 難怪她自己都說 每次掛著望景都不想換衣了 這裡呢就放一些 算是我的晚禮服吧 這邊 因為外面的風景太好了 我不捨得畫衣服 就要說一殺 行李箱 她是陪著我 一起很多很多經歷 我的故事都在裡面 大家都知道我是唯一女王 所以 所有唯一的都放在 作為一個主播 肯定這裡 要有一個 要品的地方 讓我們大聲喊出兩個字 正希 大家都在我的直播間看過 所有這些平台的 所以呢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央品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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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